宜蘭羅東和市區從下午3點多也陸續感受到明顯的雨勢 烏石港風浪也增強,附近的店家全都拉上鐵門 還錄緊齊發,在蘇澳還有民眾衝浪 海巡立刻上前驅離 而這回颱風北部地區首當其衝 七龍八斗子遊艇港一早有吊車業者出動 將數十艘的遊艇吊掛上岸 而外幕深還是有民眾趁颱風來襲前的空檔 下水遊玩,但一發現風浪有變大的趨勢也趕緊上岸 突然下起大雨,大人牽著小孩便落湯機 冒雨往前衝急著過馬路 坐在車上也能明顯感受風雨漸強 23號下午3點多開始 宜蘭各地開始陸續下起大雨來 天色明顯灰暗,花啦啦的雨聲感受到凱米威脅 凱米來勢充充東北部地區 首當其衝 不只是市區下起滂沱大雨 外邀風浪也越來越大 本該是觀光聖地 但今天幾乎不見人影 烏士港一早同樣也有風雨 附近店家全拉上鐵門 路上一片冷清 海巡全副武裝到岸邊趕人 因為明明發布海警了 蘇澳還有人想要衝浪 實在太危險 風景神經的還包括梅花湖 遊船業者 冒雨搶時間 吊起船艇誰都不想冒險 後面再一個 另一頭基隆也同樣不敢大意 颱風就快到家門口 趕緊出動吊車 將八斗子遊艇港內的 小型遊艇吊掛上岸 要洗禮啊 對啊 要洗禮啊 口中很無敗 暗塞三十幾隻 今年也有大潮水 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多 把船吊上來的一次 大概照昨天統計大概有43艘 船要保護人身安全更要顧 基隆外木山海域 一早泳客明顯減少 還有人一感覺到風浪變強 趕緊上岸 有啊 平常大很多啊 不敢游得太完美 怕游不會來 運動還是要愛惜生命 颱風來的關係嘛 那邊浪蠻大的 颱風又適逢年度大潮 基隆港區內水位明顯上漲 海巡署宜蘭艦 新竹艦 也都駛入基隆港躲避 颱風步步進逼 防災動作得要加緊腳步 記得基隆宜蘭最後報導